大家好,这里是花妙娱乐,我是小编,今天是六月儿童节,小编祝群田向孩子节日快乐,小编跟大家唠唠正爽的孩子,在儿童节爸爸妈妈都会带着孩子出去玩,对吧? 这时候说说正爽的孩子,正爽这是第一次陪自己孩子过这个儿童节,不过呢,这个节呀,正爽应该是不能陪孩子过的,为啥呢? 因为根据当时打官司的育儿时间表,正爽的抚养时间简直太少了,第一阶段一周才4.5小时啊,周一周三周五看孩子,也就是说每次看孩子时间大概是一个半小时, 不过这事有点巧了,那就是儿童节是礼拜二,对吧?也就是说正爽礼拜二是不能看孩子的,也不能和孩子过儿童节了 当然了,这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,正爽可以跟张恒商量,如果张恒同意了,那么正爽也不是不可以看孩子的,毕竟正爽是俩孩子的妈妈,对吧? 前阵子张恒在社交平台发文,他求正爽跟粉丝说,让正爽粉丝放过他们的孩子,说一切都是张恒的错,看来张恒是服软了,也不知道张恒为啥突然服软,那么也就是说,现在有可能正爽掌控大局了,张恒听正爽的,对吧? 毕竟支持正爽的粉丝简直太多了,那么很可能正爽是能够跟孩子一起过儿童节的,目前根据知情者的爆料,正爽现在在美国的状态还是不错的 正爽经历大风大浪之后,他也逐渐走向成熟了,也不咋发脾气了,正爽变得非常坚强了,哎,这其实也是好事 正爽跟孩子们一起啊,特别高兴,聊孩子身体倍儿棒,吃妈妈香,也非常可爱,让粉丝们可以放心了,对吧? 现在正爽跟张恒忙着考证消息,考这个孩子育儿知识证啥的,对吧?可以说特别忙 考完之后把这正还给端给米国法官看,哎,然后正爽忙完了才能回来,回来等着正爽还有什么税务问题,所以正爽应该是非常忙的 昨天有本杂志叫这个环球人物,对吧?给正爽整上去了啊,给正爽这大灰杂照片,当时粉丝就很来气 毕竟正爽的事还没出结果呢,登上去这灰色头像瞅张是不咋顺眼 粉丝要求该杂志下架,不过下架那是不可能的,对吧?也希望正爽这些粉丝能够理智追星,耐心等待正爽的结果 之前张恒这个举高正爽,所以需要好好调查这事儿,让我们一起期待正爽的结果 正爽不能陪孩子过六月通节了,你对正爽咋看呢?欢迎大家在屏幕下方点赞留言告示小编哦 想看更多最新八卦娱乐,欢迎大家关注我,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